《天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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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鹿 它是仰望著天 它有滿滿的期許 我把它取名叫天鹿 代表說 在守護著家園的一種概念 是銅雕的大型作品之一 在這隻天鹿的生命起源裡面 因為它的體型碩大 所以說它的一種生命的結構 勢必要更堅強 這隻沾米糕 所以說它一定是要頂天立地 才有辦法去支撐到它 這麼龐大的一個身軀 像這裡有松木 那像這一塊是硝藍木 每一種木頭它的形 都是代表著木頭的一種特性 這種形狀的 都是塊木才能夠取得 這一塊就是像橘木 這個橘木 它是硝藍木 它是硝藍木 像這個角又有不一樣的木頭 這是橘木 因為橘木來講 它的硬質地會比較高 在這個創作當中 其實我沒有想像說 當我做完出來這條路的時候 會變成這麼大 這條路我用一種抬頭的方式 來表達它對於大地的富含 寒稚不怕落土爛 祈求事業代代傳 用它的這種大夫的精神 我來把它的靈魂 它的生命把它架構出來 守護著人人平安 健康快樂 這個就是我對天路的創作來源的感想 與大家共同分享